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恭喜肖战 肖战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 室内于唯一入选的明星 肖战的美确实很客观啊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肖战的美貌实至名归 这体现了中国明星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 肖战之前还曾连续几年缠联式首帅 或凭全球最时尚男性 亚洲最性感男性 全球最帅面孔 亚太区最帅面孔 中国区最具影响力面孔等 肖战的当选当然不仅仅基于他的盛世美貌 更包含了肖战全方位的魅力 和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的展现 肖战的入选 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 更是中国艺人在国际审美中的被认可 提升了我国艺人在国际的地位 肖战凭借出众的外貌 不断提升的演技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尤其在年轻粉丝群体中拥有着极高的人气 是中国娱乐行业年轻艺人杰出的代表 这也体现了肖战视觉吸引力 和公众形象的双重认可 肖战斩获的这些荣誉既是基于个人的颜值 也是公众视野中多维度魅力的综合体现 包括他在不同场合中一次次亮眼的表现 2023年2024年肖战两次米兰时装周知行都轰动一时 特别是2024年肖战参加活动的消息 登世界趋势首位 引发巨大关注 拉夫劳伦活动现场万人空向的热闹场面 仍让人记忆有心 肖战的一举一动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肖战是世界趋势的常客 这些都构成了让肖战在国际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因素 虽然一次次地获得这些荣誉 但是肖战本人却从未对此有过回应 甚至肖战自己的粉丝都没有过大肆宣扬 每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 罗补青菜各有所爱 大家也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全当一乐 不过既是国外粉丝及相关人士票选出来的 我们欣然接受便是 世界首帅亚洲洲草女娲必设内于盐巅 不过是大众给肖战在一个在外标签而已 惊人的自省 自虐式的自律 坦荡的野心 决绝得很近 才是肖战一路向前 披荆斩棘走到今天的根基 不管是在外还是内外 肖战的美都很客观 我为肖战骄傲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资讯专注肖战作品